创世纪 第36章 以扫就是以东 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雅大 和西魏人寄辩的孙女 雅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 又娶了以史玛丽的女儿 尼拜约的妹子巴什姆 雅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 巴什姆生了刘尔 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施 亚兰 可拉 这都是以扫的儿子 是在迦南地生的 以扫带着他的妻子 儿女 与家中一切的人口 并他的牛羊 牲畜和一切货财 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 往别处去 离了他兄弟雅各 因为二人的财物群处甚多 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 所以不能同居 于是 以扫住在西尔山里 以扫就是以东 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 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扫种子的名字如下 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 以扫的妻子巴什姆生刘尔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 阿姆 喜波 加坦 基纳斯 提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 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丽 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 谢拉 沙玛 弥撒 这是以扫妻子巴什姆的子孙 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 是祭变的孙女亚拿的女儿 他给以扫生了耶乌斯 亚兰 可拉 以扫子孙中做组长的记在下面 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 有提曼族长 阿姆族长 喜波族长 基纳斯族长 可拉族长 加坦族长 亚玛丽族长 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 都是亚大的子孙 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 有拿哈族长 谢拉族长 沙玛族长 米萨族长 这是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 都是以扫妻子巴什姆的子孙 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 有耶乌斯族长 亚兰族长 可拉族长 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 阿和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 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 以扫就是以东 那地原有的居民 和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 就是罗滩 朔巴 祭辩 亚拿 底顺 以查 底山 这是从以东地的和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 罗滩的儿子是和利 西曼 罗滩的妹子是亭娜 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 马拿霞 乙巴路 士波 阿南 既变的儿子是亚雅 亚拿 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既变的驴 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 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 底顺的儿子是新旦 伊士班 亦兰 基兰 以查的儿子是碧海 萨帆 亚甘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 亚兰 从和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 就是罗滩族长 朔巴族长 祭辩族长 亚拿族长 底顺族长 以查族长 底山族长 这是从和利人所出的族长 都在西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 以色列人为有君王治理已先 在以东地做王的记载下面 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亭哈巴 比拉死了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 约巴死了 提曼地的人护山接续他做王 护山死了 彼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亚地杀败米甸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亚卫德 哈达死了 马斯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 桑拉死了 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 扫罗死了 雅各坡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 雅各坡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 哈达接续他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乌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 是米萨和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 从姨嫂所出的族长 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 就是亭纳族长 亚勒瓦族长 耶铁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 以拉族长 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 提曼族长 米比萨族长 马基迭族长 以兰族长 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 按着他们的住处 所有的族长 都是以东人的始祖 以扫的后代 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旗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 还有驴居铜在一处 你们解开 牵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这是成就 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居子 门徒就照耶稣 所吩咐地去行 牵了驴和驴居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 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 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 喊着说 耶稣寄进了耶路撒冷 何尝都惊动了 这是谁 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 耶稣 耶稣进了神的殿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说 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在殿里有瞎子 瘸子到耶稣跟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祭祀长和文士 看见耶稣所行的歧事 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 和善哪 归于大王的子孙 和善哪 归于大王的子孙 就是恼怒 这些人所说的 你听见了吗 耶稣说 是的 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了赞美的话 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 出城到博大泥去 在那里住宿 早晨回城的时候 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就走到跟前 在树上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你永不解果子 那无花果树 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 便稀奇 无花果树 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耶稣进了殿 正教训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若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业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对我们说 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我们又怕百姓 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我儿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 我不去 以后自己懊悔 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 也是这样说 他回答说 父啊 我去 他却不去 你们想 这两个儿子 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 大儿子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 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翰 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税吏和娼妓到信他 你们看见了 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原户 就往外国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进了 就打发仆人到原户那里去收果子 原户拿住仆人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用石头打死一个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 比先前更多 原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 到他们那里去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 推出葡萄园外 杀了 原主来的时候 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 要下毒手 除灭那些恶人 将葡萄园 令租给那按着石后 浇果子的原户 经上写着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 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这石头上 必要叠碎 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听见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想要捉拿他 只是怕众人 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诗篇 第十八篇 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 叫羽灵长 当耶和华 救他脱离一切仇敌 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 说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 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 印尖的绳索缠绕我 死亡的网络领导我 我在疾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 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 引他发怒 地就摇汗战斗 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连炭也着了 他又是天下垂 亲自降临 有黑云在他脚下 他坐着基路波飞行 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 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 以水的黑暗 天空的后云 为他四围的行攻 因他面前的光辉 他的后云行过 便有冰雹火炭 一和华也在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便有冰雹火炭 他射出箭来 使仇敌四散 多多发出闪电 使他们扰乱 一和华呀 你的斥责一发 你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一和华是我的依靠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 他救把我 因他喜悦我 一和华按照我的公义 报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 一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 藏在我面前 他的律力我也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 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 一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 手中的清洁 偿还我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代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代他 清洁的人 你以清洁代他 乖僻的人 你以弯曲代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高傲的眼目 你必使他降倍 你必点着我的灯 一和华 你以后华我的神 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 冲入敌军 借着我的神 跳过墙原 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一和华的华是炼净的 反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一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唯有那以力量 束我的腰 使我行为完全的 他是神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乳的体 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他教导我的手 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绑臂 能开同工 你把你的救恩 给我做盾牌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你的温和 使我伟大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划跌 我要追赶我的仇敌 并要追上他们 不将他们灭绝 我总不归回 我要打伤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 因为你曾以力量 束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你也使那几来攻击我的 都服在我以下 你又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 准备逃跑 叫我能以捡住 那恨我的人 他们呼求 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应允 我捡住 我捡碎他们 如同风前的灰尘 倒出他们 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经 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我素不认识的民 必释放我 他们一听见我的民声 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 外邦人要衰残 战战兢兢地 出他们的迎寨 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这位神 就是那为我申冤 是众民服在我以下的 你救我脱离仇敌 又把我举起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耶和华呀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是慈爱给他的受高者 就是给大魏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